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诸多爵士武学 红颜知己 还给了他一条一路无敌的武林之路 故意让他避开了四位可以完胜他的武林高手 张无忌的童年是坎坷和不幸的 出生在荒岛之上 少了一些童年的乐趣 而离开荒岛后 先使张无忌的父母被逼自尽 而他也被全民二老打伤 身中寒毒 之后的整个童年都在承受寒毒剧痛 后来各种经历 学会九阳神功 乾坤大挪一等神功 让他开始摆脱命运的枷锁 张无忌打败了诸多的武林高手 不过有四个人是可以打胜他的 但是作者都让张无忌避开了这些人 第一个就是杨鼎天 凭借一己之力就打败了三度 而张无忌则无法战胜三度 因为杨鼎天没有正式出现过 所以完美的避开了 第二位就是张三丰 虽然作为倚天驼龙记的江湖第一人 但却没有了交手的可能 第三位就是空剑神僧 他有古今五大神功金刚不坏体 西迅和张罪山认为空剑园在张三丰针上不是没有道理的 因为蛇己渡人也早死了 第四个就是在最后出现的杨过后人黄山女子 要知道张无忌打败周芷若有点吃力 而黄山女子轻松击败了周芷若 因此黄山女子实力必然很强 不过二人最后并没有交手的机会 所以张无忌的当事无敌 实际上是金庸先生给他安排好的 而且还详细地记录了张无忌完整的童年经历 可算得上是深得金庸先生的宠爱 大家觉得呢欢迎留言讨论 喜欢记得关注我哦